加州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喜忧参半的地方,作为宇宙中心,好吃好喝好玩的数不胜数,但是又身处安迪列斯断层大地震带上,年复一年的自然灾害,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苦不堪言。 当大家的记忆还停留在天堂镇和葡萄酒圣地Napa Valley大火之时,今日的北加最美景地泰浩湖再次让噩梦重现。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大火由8月17号在南泰浩湖三英里处开始,由于当地干燥和强大的风速,导致大火迅速扩散。 虽然加州消防已经投入1.5万人救火,然而截至发稿,这场滔天大火仍然只有15%被控制。 从本周开始,当地已经向所有在此的居民发出了紧急撤离令,很多人似乎还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也只能被迫撤离。 由于撤离的人口太多,所有人都几乎被堵在了撤离的路上。 现在的泰浩湖不是加州人最熟悉的旅游景点,而是被迫上演着大逃亡的场面。 为此,加州政府不得不派出数千名消防员,25架直升机,400多辆消防车和70辆水车。 然而火势仍在蔓延,消防人员尝试在布满灰尘的天空中投放阻燃剂, 产平树木和灌木丛,以减缓火焰在内华达塞拉山脉崎岖地带的蔓延。 然而,火势仍在推进,塔尔多大火冲破花岗岩时起,进入泰浩湖盆地, 现在威胁到环湖的数万民居和酒店。 周二8月31号,湖边人口最多的城市南泰浩湖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浓烟弥漫, 只有警察的巡逻车和偶尔出现的消防车队, 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游客在前一天已被疏散。 这片湖泊以其明亮的蓝色调和周围环绕的长绿森林而闻名, 如今被一层令人作呕的橘灰色薄雾笼罩。 在尚未疏散的周界内华达一侧, 有一个行业仍在艰难运行, 一小群赌徒坐在老虎机前, 伴随着大型空气净化器的嗖嗖声, 这些净化器试图阻挡刺鼻的烟雾, 空气质量指数接近500,属于危险水平。 对加州的消防员来说, 与卡尔多大火的战斗让他们感到无力和痛苦。 专家们认为, 这一挑战是对西部地区未来特大火灾的警示, 也表明试图完全控制最严重的野火在某种程度上是徒劳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美国灵物局消防专家马尔科姆·诺斯说, 不管投入多少人灭火,都不足以把火扑灭, 你可以拯救待定的地区或特定的住宅, 但在天气变化之前,大火基本上会继续燃烧下去。 当地官员表示, 这是内华达山脉西路开始的野火, 第二次蔓延到东路, 第一次同样发生在今年夏天, 那就是迪克西大火, 是加州历史上第二大火灾, 两起火灾均未造成人员死亡。 当局还表示, 大约2.7万名消防员在全国各地灭火, 其中大约1.5万人在加州。 加州所有国家森林将于周二晚上关闭, 国民警卫队派出了数百名士兵、 飞行员和几架军用飞机, 但这些资源无法与大火抗衡, 大火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消防员的速度, 并在全州范围内爆发。 塞拉森林里的大火暴露了气候变化 对消防挑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频繁的热浪和整体更高的温度 导致西海岸的植物干燥, 令其更容易受到大型火灾的影响。 干旱令树木虚弱, 助长了虫害, 导致近1.5亿棵树死亡, 这为火灾提供了更多燃料。 除此之外, 科学家们表示, 全球变暖与不断加剧的风况之间也存在关联, 这些风况已经在该州各地引发了猛烈的野火。 他们指出, 需要更好的森林管理, 使一些最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一些。 消防专家表示, 一些消防工具在火灾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是合适的, 但在近年来的大火中却显得不够。 在过去的两周里, 卡尔多大火烧过了19万英亩的山地和沟壑, 直升机向这些地方投下了大量的水, 每次数千加轮, 但似乎根本就不够。 美国灵物局专家诺斯在谈到像大片森林浇水或喷洒阻燃剂时说, 用来保护一个社区的效果很好, 但是对于一场70万英亩的大火, 这根本不算什么。 近年来, 采用原住民的方法, 用好火来对抗破坏性大火的控制燃烧措施, 已经成为越来越被接受的方法。 但专家表示, 该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不断恶化的大火中, 承受后果的是居民们, 他们想知道有没有地方能够逃离野火, 如果有, 是在哪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